觉得应当为蔡云傅海峰加油了 但是目前这样一种趋势落后十分 很难非常难 一方面比分拉得太远 再一个主要是现在士气不如人家 所以这种事你要想扭转的话 首先你在士气上面要能够把它压倒 这样可能还稍微好一些 现在只是一种手势没有形成对抗的态势 对 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 正在城里中大也偶尔有失误 但是从失误的数量上来说 蔡云傅海峰这边的失误更多一些 韩国队的防守真是很顽强 对 而且很严密 对 他们主要是这种小的这种爆发力特别强 像这个腕力 因为像这种防守 你根本借不到其他的力量了 而就是在这么小的这个洞洞里面 能够把球打出来的话 所以必须要手腕的力量要比较强 要是一个滚网球 通常是这样 当你的 士气 比较弱的时候 球的球运 运气也在随着 对 不借了 10比19 由于比分拉得太大 所以场上那种斗斗的那种气势已经没有了 现在的比分已经是20比11了 出戒 再拿一分 前面拉得太大了 12比20 出戒 这样21比12 正在乘 李龙大 又胜了第二局 从而以2比0 胜了 蔡云 傅海峰 正在乘 李龙大 是进入到四强 他们这场比赛 刚好用了30分钟的时间 就结束了 好观众朋友 蔡云 傅海峰和 正在乘 李龙大 这场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了 请大家继续关注 亚运赛场的其他节目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赛场